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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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个事倒是很特殊 至少在我的认知范围内 什么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最后一个推他说的是 有人在敲他的门 我当时跟他说 我说那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 你假如说他们真的强行 你就赶紧给我发一个字也行 他给我发了三个字说是 潜入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给他打电话 已经就 要么就是那个 无法接通 要么就是 那种没有信号 有一个推友他问了那么一个问题 说是他已经给刘德军打过电话了 说是在家没事 说你这个人造谣干什么 我当时一下子就听了就懵了 我说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说了好久之后 那个人他又发一个推说是 他搞错了 是一个他留的 他打的是那个叫刘安军的电话 不是刘德军 然后在那道歉 说是要让我原谅他 但是完了之后 那些网友已经就开始 就怀疑了 刘德军住的地方 我大概记得了 面网桥那附近 然后呢 说那个派出所呢 最近的是那个麦子店的 是魏强吗 他跟我说 他也过来 他说大概半个小时到 我想是相约到这儿来 然后军去取钱 跑了点路 然后来晚 来晚的时候 他们应该 那时候已经得到消息了 就应该就邓的郊外去了 然后我就不知道 我就直接去派出所 就去制造派出所的那样 值班人钱 在那个等的过程当中 刘德军给我发脚信 他是用那个飞信发的 他当时说他在山里边 被人打他 扔到那个 扔到一个那个山沟里边去了 在一个叫什么老军庙上边的 一个山林镇 根据这几个信息 我搜了一下 看到是十三陵那边的 一个长陵的那个 并且搜到了那个老军庙 也搜到了那个山林村 所以我就用那个地图上 给他标出来 标出来 我放到网上 我当时说谁有车 能够 能够我们一起去 赶紧先把车拉回来再说 在通过地图找这个人的时候 我的反应非常简单 因为我确实是一个 无所事事的人 我可能 如果没有你们采访 现在发生了个事 可能我就去做那件事了 那么 这个事情就展开了 那么见到他以后 我也将信将疑 因为身上也没什么重伤 这有点划横 很轻的划横 和他所描述的 他被怎么样暴打 不太相像 不是牙子活动了吗 是 这边 然后这儿踩着 掐着脖子 踩着头 我估计 反脖子 脖子还真有掐横 这是在广子吗 很的 不知道后面有 然后这儿再有 这脚踹的 你也有没有 有 这鞋印都有 这儿也有 这儿不知道有点疼 看到没 好点给贴起来了 这鞋印有点疼 这鞋印有点疼 鞋印有点疼 几点钟鞋印有点疼 大概两点左右进去的 肯定鞋印有点疼 鞋印有点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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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个不出气 你不要憋死了 很厚 你看 而且外面就是不出气的 化鲜采质 我说这个不行 然后他就拿那件衣服 就这件衣服 套我的头 他们先是想几个人 先把我架起来 我没让他们架成功 就那个 鞋印穿的制服 拿紧完整 我看的时候 我说可以 你们可以靠我 然后绑起来就打 打了以后看我没什么反应 你把我按地下 就按这儿 就按这儿 就按头 就按头 头进三下 然后按着脖子打 踢入了头 然后我就说 不知道你们是谁干什么 我跟哪的 然后就好像打了 打了 为了是怎么样 最后才松过起来 然后拉起来就打 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 可能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就把你拖走了 是吧 对 在网络上也开始说 很多 关于他这种表述啊 都开始有不信任感 因为他里面 他掩盖了一些事实 比如说他怎么把推发上去的 怎么下的山 扔到了什么位置 然后 在我对这个全部事情 没整理清楚之前呢 我就已经进入了 我们就开始去拍摄 那我见到他以后呢 我第一个念头说 还原一下绑架他的路 就说当时你能不能找到 车是开下了什么地方 他说他 因为他下山嘛 他知道那个位置 我说那我们现在就去 他说可以 刘德军 那么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容易接触 和很很蛮开朗的人 那么也非常配合 那我就和他去了 我去医院检查了吗 没检查 谁问的 那个 孤红问的 先去官员现场 长陵 定理长期的长陵 我们的方向 估计从这儿还有多远 多远 不远 因为我们看那个 从公共地图上看很近 很近 但是我做官员 看他这个好远 看看就这儿 好 他就停那边了 他这样能停车 别的没停车 这么巧 好 好 OK 我知道我怕这儿 估计我应该是朝这个方向 然后他拿这个 转一动 之后听到很大的响声了吗 没有就是树椅子刷的声音 扔完以后呢 所以说他们又走了 然后我就 我就说 什么在哪儿旁边 然后我就回头 看他们走过油 说在车旁边 然后他们就很快就开车 我就走过去 走去看没油 我就回来看 以关机 他们早上打算无法接通 现在是以关机 难道被人捡走了 还是他们根本就没人 没电了 他就关机了 找到了 人还是够远的 我还是 干嘛 我还是 这个是你手机吗 对 我那边手机很有特色 判断 在那个 你先抛了一下 石头嘛 远距离的 对对对 这就在东莞那个 距离我的时候 在派出盘那边搞破的 所以又参加了 这个手机应该是文物 对 对 但是不是 因为他手机是当时被绑架他的人 就是随手扔在那了 那是乱石 从野草 根本不可能找到 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试一下 结果在找的当中 就被我的司机给找到了 他拿那个石头扔了一下 大概一个石头能扔多远 他就到那个附近去找 判断了一下 可能会往哪个方向扔的 因为刘德军当时他说 夜里他套了个头套 那么他听到手机扔出去搜的有一声 手机的那个面板是亮的 他看了有滑了一下 大概是朝哪个方向 当手机找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第一个证据的出现 是所有的不信任和前面的铺垫 都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结果 尽管这个矛盾始终存在 但是意义非凡 就是说 这个手机怎么会找到了 是吧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往下走 你那个房租到期了吗 没有 他退钱了 还付了一个约的违约金 他赔你啊 是啊 他就要有个嘴巴 他最后透露了没有 为什么让你走 他以前就说过 当然我们也问过他 问过他 他就说是他没否认 是吧 就是问我说是 是人家找过你们几次 非得让我们去当人 让你让我走 这房东亏死了 还要赔你这个东西 你说会有人给他支付这个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会 然后也知道他曾经在深圳 做这种 劳工维权的工作 然后 有一次我就是 问他 这个他们劳工服务社的地址 然后他很神秘的样子 然后 就 没有回答 等于回避过去 我就感觉比较奇怪 因为 就我见到的 我也知道在深圳 有类似的这个劳工维权的 这种组织 他们是公开的办公的 所以我 给我的感觉不好 那么 这一次你比较明确的觉得 他有问题是 是因为 就是因为他在 对 这个事件中的一些漏洞 对 他我认为是为了 获取大家的信任 一步一步的接近 这个 这些行动派 这些挑头的人 然后获取情报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其实之前 已经有人 就是 因为他也参加过一些活动 然后有人就说 他 有别的人被抓了 可是他居然没事 有这种说法 我知道 那么很多执意他的人 就半夜过来告诉我 他的关于他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人不可信 包括我们飞到广东 他过去工作的地方 那些人怎么的反应 我觉得这些都做得尽可能全吧 包括他的房东 怎么样解除他的协议 实际上我们总是想通过 提出一根有效的线 来使整个 这个系统展现出来 这个系统展现了 这是长生的 在什么看 但是他可以画一只 这个是它 就可以学习 它可以画一只 成功 所以我们要画一只 这个是男生的 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因为 这是一个 你刚刚在那里有点 买了药吗 还没买药 这种是活鲜化鱼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没什么用 吃点三西片 看来没什么作用 471块4毛 有人质疑 有什么可质疑的 质疑也很正常 没有必要生气 没有人敢质疑政府和警察 但是质疑受害者 就总是有缘 我相信他是 他当然是被绑架了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但 但具体是不是打了他那么严重 或怎么样 这个别人并不知道 因为别人打了我一拳 造成我脑子 脑袋一血 脑袋一血 这个也不是我能证明的 这只有医院 做了手术才能证明 对不对 很严重哦 差点死了 但是难道要用死来证明吗 这个事我觉得 是不是 是 因为当时你手机被扔了 怎么还能上推特 而且我是 以前就是从事经济运动 抗大技能力 抗 你记忆什么原因 借助为钱 这个借助为钱的人 6月16号凌晨4点51分发出的推特说 你被扔在山里 请问当时你手机被扔了 怎么还能上推特 证明呢 就用手机 我当然不想说我用电脑 因为我怕 就是 博博学聪明的 我觉得这个能力让下次 就在人人的事 让你电脑上不了我 这个问题确实也是我的问题 推特上说 把你蒙上脱套用凳子砸你 为什么当天你身上没有明显的血迹和余生 这个就是怎么说法 因为他们打人的话 他可能 这个地方还是用在凳子边 就那种 就那圆地 圆地上上面这个面 用这个边砸 这样砸 然后头上 我没法肯定 他就是这样砸 他是用这个面砸的 头上也不容易看的 而且这种砸一般不容易有余生 他只有搓动才会有余生 他直接这样往砸砸的话 没有余生 这个阵容是明显的 就磋伤 我知道现在也在疼 但是身上 昨天你拍的那个背上的脚印呢 或者我这被绑的这印了 也都看得懂 而且我是以前就是从事竞技运动的 抗打击的对 它就形成一个系统的 就是恢复很快 吸收很快 就是被打伤 你让我早上照的照片 昨天拍到什么 昨天照片这个脸还是肿的 到中午的时间你看不出来 其实灰度很快 在整个过程中 你们都戴着眼镜吗 没有了 我睡的时候 我把眼镜取上 他们一进来 就把我眼镜先拿到了 在凳子上 我睡在旁边 凳子上放着眼镜 还是一个专业对不对 可以这样说的 因为我要我 我就不会在这么乱的当中 再去把眼镜找出来 是吧 不是 因为我就在旁边 是 就在旁边你屋里这么乱 怎么会把你带走 说想起把你眼镜 不是 他进来就先把眼镜拿了 他估计眼镜 毕竟那个玻璃 还是什么 他也可以做攻击武器 我估计他们也是 拿了也是怕我做攻击武器 那些事情都很难 当每一个人在做每一次坚持的时候 实际上不仅是一种所谓的信念 而是性格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你从运动上也可以看出来 所有的这种 所谓的努力啊坚持啊 都是跟性格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觉得现在我从事情上发现性格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是怎么样 实际上自己也不了解 只有通过一些事情出现的时候 才会出现 然后就是 心上的一个人 那您就坐这儿吧 谢谢 有问题 就是说您从那个沙里 然后下来的时候是 您怎么去走到那个坐公交车的地方 我那个经过说了吧 不是走过去的 有过路车 我在等到8点多 然后有过路车 不是他把我带到公交车那里去 所以 方便说一下 哪个地方的公交车站 925 然后在沙里 确定哪个站里我不记得 就在925线 从 终点站里得什么 得什么西 因为 我看到就是 您可能 刚开始 刚回来的时候 你发了个推 就是说 有这些自己是很正常的 然后你那时候表现 嗯 这也是我的一点 就表现得很平和 但是 不是平和 我开始不知道大家质疑什么 因为是有人说自己 我看到就是问了 中间的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这个很快 但后来就变成了别的了 嗯 嗯 嗯 说老实话 在每一件事情上具体发生了什么 都是让人们不清晰的 因为我们没有还原这个事件的能力 在这个事件的主体 常常都会被遮挡掉了 那么你想如果我们不做 这些永远和中国的其他的事件一样 像垃圾一样倒到垃圾堆里 然后再 再不可能 出现在人们眼前 但这些垃圾是会发酵的 它毒害着每一个人的灵魂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追求真实 和辨识的这个能力判断问题上 都出现了障碍 因为这个原始的真相是不被呈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确实是毒害了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 喂 你好 请问您是交亲生吗 啊 那个你有一个朋友叫郑永创天 他把您的那个电话告诉我 我是艾未未工作室的 啊 那个就是麻烦你那个想了解一下 那个劉大军的一些情况 我觉得他其他的问题要可以 就是那个 这一层有点暴躁 就是说他都能比较小气的 当然劉大军这位是 也有可能 是他们干的也很难说 这个因为现在他们都很下流的嘛 是不是 他们又不 有时候不管出来 面对面跟你决战 他就决下来不伤不伤的人 那就也有这个可能 结果完了我也碰到这样的事 他们把你加到深山 却让你带上笔记本行李 这个你怎么解释 这个我可以解释 当时他们把东西都收起来 说这个人要扣押 要行事拘留我 最后他们找不到他们 因为他们找不到 我没做什么坏事 他先是想说是 说我要去那个什么 说话活动 我今天没在庭上说我要去 我只是看别人说要去 我没说我要去 你就算说我什么 扰完工 我也没去 而且我也没耗着大家去 我也没说我去 这是你自导自演的苦肉计 目的是为了捐款 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如果捐款 朋友为什么要捐款 是哪些朋友会提到捐款 这个我觉得你怎么解释 我刚才才上推特 我还没看到说要捐款给我的人 我也自己也没说 让大家给我捐款 这个我不知道是谁在说要捐款 我建议 我觉得这个 每个人商量就有个人行的 但是这个八万里程序 还应该走 你这一步 我已经决定了不棒 已经决定了 我本来是想跟腾票商量 但是我现在决定不棒 因为腾票也没办 牛品也没办 你是因为害怕吗 不是因为害怕 我就是觉得没变了不 哎 他们找过你多少次 这是你们新样是吗 不是 这是姥姥 他那个 他那个 外面那个叉子里都没捐 他不用捐钥匙 对吧 别的给我捐 哦 就得捐钥匙 就得外边捐一顶医 哦 捐一个 捐一个壳 甚至没捐 你该是牛品 对 对 好 行 好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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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行 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 又是奥运 又是世博 现在你看啊 中国人都觉得繁荣昌盛 物质非常丰富 我都很吃惊 站在超级市场当中 我都会觉得 今天的商品是这么富足啊 就是说每个人生活 是可能非常的幸福的 对不对 但在同时呢 他又是维持这个东西的呢 又是这样的一些举动 推上叫什么 推上叫白泰西 你怎么看他们这个争论呢 我就很好奇嘛 然后知道能有这么一个约会过来 因为我也一直在看 这两天不断地在看 但是我说话很少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说有一定的质疑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吧 但是通过你的镜头 可以去给他们呈现 更深入的真相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因为戴黑头套这样的事情 听起来很像 电钟才出现的事情 有可能很多人可能会怀疑 我觉得也很正常的 那怎么他下铺来怎么上推啊以后呢 是啊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让所有人都会看到 已经发出这个消息了 我们等着他一直没来 那我听着呢你说 我知道我知道 你能上推吗 你上推你推一下 然后就说我在星巴克等了他 已经半个多小时了 那么我们约的是星巴克 如果他是在13-0 他在那等我 我现在赶过去 对啊 如果他在13-0 我现在就赶过去 收不到这个 刘伯尔子的电话 我们只能往回走吧 有哦 我上去看看 我在这儿发他 再发一个推 让他跟我联系 我们正在这儿等着他呢 嗯 那我们走 走吧 我们走吧 你们先走 走 我们看你们走 好 文头慢了 嗯 没错 我们当时等一个网络的人 他是希望和刘德军 对峙的 他叫Liu Brothers 但是呢 这个人始终没有出现 那么我也是希望 通过这个事情呢 展现一些 这个片子是关于网络的 因为他的所有事件 都是在网络中采集的信息 那么交流也是通过网络 那么我希望看到 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中的 一种 一种潜在的关系 我希望这些人能够 露脸 能够 站出来 那么有很多个都出现了 都是在网络中 他们这个人是始终没有出现 嗯 我跟刘德军认识是通过互联网 就是那个时候 男孩在大一的时候 上Skype Skype 然后那个时候聊天室还没有封 就是以前聊天的 聊民主 就是感觉 就一下子很喜欢那个地方 就像去聊天 对他的了解啊 就是以前他是 以前是警察 以前上网的时候就会经常讲 以前是警察 做过预警 做过一些武术的教练 就感觉对他的这些经历啊 这些东西感觉挺有点稍微有一点点传奇色彩 当然 当然 有时候感觉他很谨慎 然后他会 对一些 一些圈内的朋友有一些怀疑啊 对我有一些就是提醒啊 你要感觉他比较有经验吧 但是有些时候我不知道 我因为我不懂 但是我感觉很 好像感觉很谨慎 小心翼翼吧 社会原来是不是很胆小 但是有些时候呢 他对某些情况啊 感觉他还是比较 就遇到突发事件还是比较镇静 因为他的通过他的推特啊 或者他的一些博客上说的东西 感觉还是比较硬朗的一些东西 大概就是这些 而且关于他的质疑的话 就是感觉 比方说这个 什么 当我记得黑头套绑架案 很多人去质疑说是 可能是导演的 操作 我觉得这个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性非常小 以他的这个智商和智慧 是不可能 是很少 可能性很小去做这样的事